有一名男子想要過馬路 那看到沒有車過來 疑似是闖紅燈走斑馬線要過去 但在中間停了下來 因為接下來有好幾台車陸續通過 所以他就現在分個島這邊等待 那接下來他確定沒有車之後呢 竟然是走偏離的這個斑馬線 已經要到達對面了 可是沒想到這時候來了一台小貨車行駛而來 直接把這名過馬路的男子給撞飛 還拖行了一段路 男子送醫之後呢不幸身亡 而這個地點呢是在這個麻豆的這個路口 那死者呢是一名60多歲的陳姓男子 肇事的是一名60多歲的何姓駕駛 那可以看到他的這個小貨車的車頭 他是因為直接撞上這個陳姓男子 所以擋風玻璃呢裂成蜘蛛網狀 那這個死者呢他當時候一次是闖紅燈 而肇事駕駛呢可能也沒有注意到車前狀況 加上天色昏暗 導致這一起死亡車禍發生 只是呢有沒有可能是疲勞駕駛 或者是有酒駕的情形 還有帶警方進一步的來調查釐清 還有帶警方進一步的來調查釐清